民眾錄下影片一名男子坐在地板 看起來行動不便 要用手把身體往上撐 才能慢慢往前 男子移動身體慢慢往前移 看起來惹人心疼 沒想到接下來男子左右查看 確認沒有人注意時 就突然蹲著 接著站起來了 還往前走了好幾步 看起來都很正常 所以剛剛都在演戲嗎 還有一名女學生 因為很心疼她 先拿給了她包子 又給她500塊 結果男子把包子丟路邊 前去立馬收進口袋 讓女學生驚覺自己受騙 崩潰大哭 女學生母親趕緊安慰 原本好心伸出援手幫助他人 結果卻發現自己被騙了 心情真的不好受 天文曝光 網友也紛紛留言 這行為會讓真正需要幫助的弱勢 遭受冷漠 樓主拍到見證奇蹟的一刻嗎 好手好腳的不會自己去賺錢嗎 真的很糟蹋別人的善心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自場所 行討教化而勸阻不聽 除以發喚一萬兩千元或居易三日以下 男子原本在地上爬祈禱 模樣楚楚可憐 沒想到竟然是欺騙他人善心 拿了錢就立馬塞口袋 劍步如飛的畫面還被拍下來 實在很尷尬 入口袋 蘋來的